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全美多地昨天遭受暴风雪侵袭 据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拜登总统昨天从特拉华州返回白宫时 恶劣的天气导致他在机场被困了半个小时 现场的视频显示 拜登用来下飞机的客梯车一度陷在雪中无法移动 由于天气状况 原定于安德鲁联合基地乘坐直升机赶往白宫的拜登 在下飞机后只能改坐乘车离开 车队甚至在多个地区只能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行驶 一个陪准团昨天裁定 标榜低血验病的美国生计新创公司瑟诺拉 创办人霍姆斯共谋欺诈投资人 11项罪名中有4项成立 据报道霍姆斯有4项罪名不成立 包括欺诈患者支付瑟诺拉公司检测费用和相关阴谋指控 另外3项罪名和散户投资人有关 陪审团未能达成共识 霍姆斯身穿灰色套装出席 聆听裁定结果是神情淡定 判决日期尚未确定 报道说37岁的霍姆斯面临最终80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戴维拉判决的刑期可能会少很多 霍姆斯于2003年成立塑诺拉公司 当时他才19岁 其家公司号称只需一滴血就能以廉价的价格进行分析 塑诺拉公司一度价值高达90亿美元 但在他被控欺诈投资人之后 公司就垮了 作为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苹果公司股价昨天再次上涨 盘中一度达到了每股182.88美元 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 这不仅是全球首个3万亿市值 也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截止到昨天收盘 苹果公司股价包182美元 创历史新高 市值29800亿美元 盘中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 如果放在全球看 苹果3万亿美元的市值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及德国 据统计苹果公司在2018年8月2日 盘中交易中市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 仅仅两年后的2020年8月19日 苹果公司市值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 苹果公司的股价在今年上涨了34% 英国安德罗王子的律师将利用今天的法庭聆讯 呼吁有约法官驳回 对这位皇室成员提起的性侵诉讼 美国女子朱佛里先前告上法院 声称20年前安德罗王子在她未满18岁时 性侵她 据报道预期安德罗王子的律师将主张 原告朱佛里已与美国已故富豪爱普斯坦达成的保密协议 将使安德罗王子免出法律诉讼 这份秘密签订的和解协议内容昨天公开 联讯将在今天上午10点双方代表透过视讯会议举行 媒体和一般民众可透过电话收听 朱佛里宣称爱普斯坦将他借出 与他富有且有权势的友人发生性关系 其中包括安德罗王子 但安德罗一再极力否认这项指控 根据首度公开的协议内容显示 朱佛里2009年收取50万美元 同意撤销对爱普斯坦的民事诉讼 这份协议还包括一项条款 目的是保护其他相关可能的被告免遇法律诉讼 爱普斯坦两年半前在狱中候审时自杀身亡 朱佛里的律师过去亦表示 和解协议与他与安德罗王子的民事诉讼无关 本案必须继续进行 以上是新闻快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